東山鄉天造工延續多年的傳統 將普渡的百米分送給縣內 弱勢社福團體以及鄉內的低收入戶 將3000斤的百米來捐給東山鄉公所 東山鄉天造工集合信眾的愛心 將各界中原普渡的百米3000台金 在今天起分送給鄉內180多個低收入戶 將愛心送到弱勢族群手中 鄉長謝倉輝也頒發感謝狀 表揚廟方為弱勢朋友的付出和貢獻 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喚起各界一起站出來做公益獻愛心 他們的這種善知 他一種拋磚引玉 他們時不時對東山比較艱苦的一些鄉親 他們都即時的伸出援手 因為不管是關這些北米 還有其他 天造工發放百米愛心活動 延續廟方多年優良傳統 也發揚神威及慈悲之心 普照大地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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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